多次目击到的三角形UFO 居然是人类研发的飞行器 如果在夜空中看到闪烁灯光的三角形未知飞行器 那么有可能它不是不明飞行物 而是美国先进的反重力侦察飞行器TR-3B 这种核动力飞机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 它以B-52为载体 拥有6.8万马力 可连续飞行15年不落地 众所周知 上个世纪60年代 美国的U-2高空侦察机和S-2T-11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 曾经多次侵入我国领空 进行情报侦察 敌人贼心不死 我们甚至可以推断 我们所目睹的部分三角形的飞行物 可能是美国的TR-3B 美国于2019年10月1日 向外界公布了最新型TR-3B核动力反重力三角洲飞机 这架既是幽灵 又被目击者称为外星UFO的飞机 终于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TR-3B不是虚构的 它是用1980年代中期或更早的技术制造的 三角形核动力航空航天平台 是在极光计划下开发的 由SDI和黑色预算资金支持 极光计划是先进航空航天器的绝密开发计划 一直负责开发高超音速战略侦察 美国这种三角形的反重力飞行器性能极其先进 毕竟这个技术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研究了 美国TR-3B核动力反重力飞机已进入实用阶段 几十年来 它一直被世界各地的目击者视为不明飞行物 它可以飞出大气层 在是比30分钟内到达地球任何区域 座舱是磁场灭壶式的等离子加速环 是目前人类最先进的技术 那么TR-3B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它有什么先进的性能 TR-3B的速度高达9马赫 也就是每秒3000米 TR-3B的飞行原理 MFD逆转技术 MFD逆转技术 就是美国的桑迪亚和利福莫尔实验室开发的 它利用一个名为磁场破坏器的 等离子体环形加速装置 围绕着船员舱形成磁场漩涡 可以抵消89%的地球重力 这使得三角形飞行器极其轻巧 能够进行悬停 极短距离减速为零 近乎直角拐弯等常规飞行器 无法完成的动作 虽然TR-3B很先进 在地球上来具自由 但是限于自身的运行原理 它不能够在宇宙中使用 因为它依靠自身磁场排斥局部重力 进行飞行 距离地球越近 排斥效应越强 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就不行了 所以 结合美国人在上个世纪 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实验室 企业都已经开始研究 反重力的事实来看 美国研发出 这种诡异先进的侦查飞行器TR-3B 一点也不稀奇 总之 在沿海一带 备目机的三角形飞行器很有可能就是美国的先进侦查机TR-3B 况且它自身产生巨大的磁场 所以会导致监控视频画面受到影响 汽车车灯被打开等 在沿海一带站的地方 跟沿海一带一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